今日份穿搭配色的蓝白棕 我这一套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 然后我去年有拜托Ducarida给我们出 一身棕 然后里面就加了这种条纹的衬衫 大家可以不用学我这么穿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有点热 但是我们可以记住这个穿把 就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同色系 整一身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种蓝白同纹的东西放在里面 穿把就比较复杂 所以我全身上下其实都是棕色系 用一个小一点的包让我自己不要太过硬 有好多好多老粉好喜欢我这个鞋子 我这一双鞋子是Valentino的 是我第一双在华伦天罗买的鞋子 应该是有七八年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鞋子的时候 我就是对这个颜色一眼欣喜 到现在的这个款还是很漂亮 我想要再买同款都买不到 今天这一身穿把蓝白棕推荐给姐姐们 看到这个视频的姐姐们是属于那种 在性格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大女人的感觉的话 我还蛮推荐大家穿衬衫加皮的穿法 其实我还蛮想跟姐姐们分享就是 因为我可能衣服都会比较基础 我其实是靠搭配让这个简单的东西 变得不要那么的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它是单拎出来每个款都很基础 但其实我们稍微换一个穿法 你就会发现那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穿搭可能也会比较细节 所以我在配饰上面也用的比较讲究 前两天跟大家分享我搭的就是银色 就像我今天蓝白棕 你看我所有的配饰我都是用金色 金色跟这种暖棕色 它的整个质感会柔和很多 比银色看起来会更舒服 嗯